我们说五月之首的泰山 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 因为它既是世界文化遗产 又是世界地质公园 属于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 一直都是我们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地标 有句话说得好 叫做泰山安则四海皆安 所以说泰山石是被人们赋予了 稳如泰山石来运转的这样一个美好寓意 那不少游客在泰山游玩的时候 也喜欢捡一块石头带回家 但是大家现在可要听好了 近日山东省对泰山风景名胜区 保护管理条例做出了修改 进一步细化了对泰山石 泰山文物等风景名胜资源的保护措施 今后擅自捡走泰山石将会遭到处罚 没错这事我觉得大家真得重视 不要无意之间就犯了错受罚 那日前呢山东省对于泰山风景名胜区 保护管理条例做出了修改 进一步细化了对泰山石 泰山文物等等的风景名胜资源的 保护措施 条例呢明确规定 严禁以任何名义和方式 出让或者是变相出让 风景名胜资源以及景区土地 明确规定禁止 道采销售泰山石 并明确在泰山风景名胜区内 道采泰山石的 由泰山风景名胜区 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恢复原状没收违法所得 并除50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的罚款 那么销售道采的泰山石呢 是由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 或者有关部门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没收违法所得 并除1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 也就是说呢 根据这一条款啊 今后呢凡是在泰山风景名胜区内 道采泰山石的 无论在哪里销售都将一律禁止 没错 其实呢 我觉得出台这个规定 也是势在必行了 因为很多人都喜欢 随意带走泰山石 一人一块石头呢 时间长了之后 可能就把泰山搬空了 我觉得这个举措 也是非常有必要啊 大家这么做呢 都是为了长久以来的保护泰山 为了保护这一处 宝贵的世界自然 与文化双遗产 提供了法治保障啊 没错 条例出了 规矩定了 那下一步呢 就看怎么去落实了 据说泰山管理部门呢 将依托智慧泰山管理系统 充分运用视频监控 还有无人机等等的 高科技手段来加强巡查 那对在泰山奉景名胜区内 捡石带离山石的 严格依据泰山条例 责令其改正 去不改正呢 释出500元以上 2000元以下的罚款 那情节严重的呢 释出2000元以上 2万元以下的罚款 我们说由碳山 咱们千万得记得了 不要随便捡石头 除了记忆 什么都别带走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这样的旅游文明 希望大家都能够遵守啊